哦 俘虜醬 又怎麼 因為醬呢 它其實是一個 蠻有錢的小朋友 所以需要把它俘虜 Ray 我們今天是不是比較少收工 對啊 到底發生什麼事怎麼會早 我們現在決定有一個新的企劃 屌的 就是我們現在下班衝一發 下班衝一發 我早上都一鮮一發了 然後咧 想說今天這麼早的時候 不然我們去吃個飯怎麼樣 可以啊 去哪裡吃 想吃什麼就吃了嗎 我跟你講 桃園 有一家羊群非常非常 基本上是我的口袋名單了 真的假的 真的 我帶你們去吃 好吃 而且它是溫體羊 然後既然都要去桃園 我跟你說 你有沒有吃過米肝 顛免料理 有沒有吃過 沒有吃過對不對 大家都不知道對不對 非常好吃 好不好 要不然我們就去桃園 好不好 走 我非常喜歡大馬這個企劃 我跟你講這種天氣 你看 陰陰冷冷外面下的大雨 我今天推薦這一間米肝 其實非常特殊 因為它是一鍋 它下面還在加熱 龍鋼這地方 它有很多間米肝 每一間都有它各自的擁護者 它的涼菜 它的辣酸 非常的開胃 好 我們進去吧 走 我推薦的這間間 你點菜就這樣點就好了 你想吃什麼就拿就好了 大包片啊 這一定要的吧 豬耳洞 這個功夫菜 木瓜是要吧 你來這邊不吃木瓜是不合理吧 哥 這個你沒吃過吧 豬耳洞 豬耳洞 破書包是不是也必點 對 謝謝 然後我要一個米肝 看到這一桌也太滿足了吧 米肝就是大家知道就是這個 它的外表很像果條 然後它就是用米做的 所以它非常非常的Q 口感非常好 那如果你喜歡比較傳統 你就可以點它這邊的招牌米肝 它就是用清湯的方式去做 然後上面會有一層油 會有點像果條米線 但是它的油脂又沒有果條米線 來得這麼的厚 它會吸滿了那個湯汁 我跟你說它外面那一層油脂啊 麻香的味道 非常非常迷人 喝進去之後 它那個辣度啊 會讓你覺得 通品舒暢 我很喜歡吃牛奶 這一塊精油 是我覺得最迷人的地方 尤其是它用湯汁去煮過之後 你再邊咬 它精油的香氣 透過這個辣油的風味可以結合之外 你邊咬 還可以吃到那個牛肉的嚼勁 讓它甜度 然後慢慢那個牛香味才會釋放出來 我覺得這就是享受 豬耳凍 豬肉凍 我去任何麵店 小吃店 只要有出這道菜 我絕對點 因為這需要花很多的時間去製造而成 因為它就是把肉燉到它的膠質產生 放冷之後做成冷菜 所以它裡面全部都是膠原蛋白 豬皮 炸的 會想要點這個是因為 之前在美國啊 他們 墨西哥人也有這個東西 那他們加的是檸檬汁 泰國其實也有 這種東西其實他們在很多地方 它是當小零嘴吃的 給大家看 喔脆 沒脆 這東西就是一種純粹的暴力 你咬下去就是一個豬油香 好吃到爆炸 這個呢就是它的破酥包 它是有點像半熟麵糰去做的 這是為什麼我說它是半熟麵糰 你又看到它的透明度 雖然它的麵皮是偏Q的 然後它煮所謂的破酥 它就是一層一層 一層一層 所以你很清楚的感覺到它的外面是 有很多的一層一層的堆疊 它們以殿免料理為主 那很多的眷村可能是用 山東的啊 或者是浙江的 湖南的 那每一區每一區塊都有它的特色料理在 那你來到這邊 點上一碗 好好享受 我們來吃吧 因為等一下呢 還要再去吃我推薦 口袋名單的羊肉肉 這間呢是我的私人口袋名單 那它的羊肉是溫體 所以你來這邊還可以選擇羊肉的部位 它甚至還有羊內臟 你想吃什麼都有 那我們進去點好不好 老闆 老闆好 這一定要嘛 對這一定要嘛 這吃完了就可以吃了 對 然後骨頭嘛 然後 好 好 你看它的菜牌就是進來 就這樣拿菜牌 山童號 蛋爪 我跟你講蘿蔔一定要拿 因為蘿蔔煮了 湯頭才會甜 高麗菜 不是要拿來吃的 是要來煮湯的 等一下不夠我們再來拿 好不好走 一間羊肉爐專賣店 它竟敢賣白濁的羊肉 你知道這是一個多大多大的挑戰嗎 你知道羊肉啊 它就是這個餡體才會那個HEMV 所以你今天羊肉不夠新鮮 處理的不好 你用這個等於是說 你把自己的招牌就打壞了 因為那個味道馬上就出現 你接下來的菜你就完蛋 所以敢這樣做一定有它的原因的 你閉上眼睛你不會覺得在吃羊肉 一點點羊的那個稍微都沒有 它帶的是那個羊油的香氣 太厲害了 我今天這樣推薦給你們是對的嗎 首先我們來調醬 兩種醬 一個是腐乳醬 加進去 然後這邊有一個豆豉辣椒醬 我們加一點小秘密 也不要跟大家講 因為它通常在桌上 它只會擺這兩個醬 但是它的辣椒醬是他們自己炒的 它特別需要 這邊的就是它最特殊的就是 它很多的內臟的部分 只要內臟不夠新鮮 你來做這種料理 真的是很恐怖的一件事情 吃它你知道什麼感覺 感覺它在早上還活潑亂掉 你要講這麼殘忍的事情是不是 口感之好 還有羊舌 我還真沒吃過羊舌 舌頭還有分三段 前 中 後 前面是有咬勁 中間是Q彈 後面是軟嫩 喇雞一定要喇三段 這個咬起來有點像是 在吃那種接近乾 但是比乾還Q 它的湯頭跟一般的羊肉爐的湯頭 不太一樣 它偏是清湯裡面帶一點點薑 微微的中藥味 但你還可以吃出它那個大骨的香氣在裡面 然後羊肉又是非常的新鮮 所以在燙的過程當中 你不需要管說你要幾分熟 它都是非常軟嫩的 我跟你講這邊就是好處 你跟同事來 同事裡面一定有一個會願意幫大家服務的 然後他就會幫你說 算一算 然後給大家吃 他最後一個人吃 然後同一時間人家大家都在講 欸 我信他還沒有熟 欸 大馬同事 你那個肉全部都 用在那個肉盤上面 大馬同事 熟了熟了 大馬同事還可以自己先吃喔 大馬同事 有沒有像這種 這種同事啊 他明天就會很多的文件在他桌上 喔 嫩 嫩 我剛有吃它很讚 就是這個味道 就是嫩 你有特寫嗎 你不要再特寫 你有沒有特寫他拿那塊肉 我就這樣而已 欸你知道老闆今天 他那個無緣無故 他一下說那個ok 一下不ok 然後要改案子之後 我改了他要的 結果他又跟我說 這案子不好 那我心想說 這不就是你叫我改的嗎 ok也是他 不ok也是他 那我到底要怎麼做 你那個老闆真的很糟糕欸 那邊劈那個什麼 什麼布 生死布 亂劈 生死布 因為這邊這個人就是 看不到的 這個很像我狗狗的那個 餅乾欸 骨頭餅乾 你有體會到 什麼叫入口即化嗎 他一米之後就不見了 他的鮮味 他的口感 他的綿密度 都比豆腐更來的豐富 我們來一起吃一吃吧 我喜歡帶一點粉 不要那麼熟 放進去三下三秒鐘 這個 這個是日本料理店是不是 來 羊腸 而去 會養腸而去啊 會養腸而去啊